我到現在不管什麼時候 吞拳頭社稅都會稍微往上長一點 你吞一下了 今天這顆拳頭就是祝你女兒能夠平安順利的長大 祝你們母子全安 謝謝 順便主持媽媽就是那個 大牌迎錢 對好 一 好溫馨喔 你還記得大餅嗎 2012年大餅因為感染真菌 引發急性肺炎 不幸在北京病逝 享年37歲 如今十年過去了 儘管現在越來越少人提到他 不過過去他盡心盡力在螢光幕前努力表演的模樣 仍然升職在觀眾心中 你知道美國有一個很值得 就是拿大家互相勉勵的青年叫小肯尼 他因為車禍失去了下半身 就是他下半身沒有了 他都用滑板 對 那我會學他 我可以引導我下半身 可是沒有任何嘲笑的意思 對 絕對沒有 我是因為仰慕他 大家好 我是小肯尼 好激人喔 這次到目前為止我看到最厲害的一個 真的嗎 你這麼小肯尼有出紀錄片 我知道 我還看完他 我也有看 而且你知道我還想說小肯尼 如果遇到小瑪莉 也是一個失去下半身的女性 當然要邀她跳華爾滋的時候 該怎麼辦才好 真的小瑪莉 比方說 對不起 小姐 我可以請你跳失誤嗎 嗯 他剛剛上去 他肯尿會跌倒 我又在家裡來 把頭撞出一個抱來 那時候我在講 劉希滴 這是我最古怪的一個表演 觀眾朋友大家好 很抱歉 今天我可能會用鼻孔一直看著大家 因為我今天實在太驕傲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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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張破碎的臉 各位親愛我的歌迷朋友們 祝福大家 一 二 三 吞拳頭 這無人能敵的功夫 正是大餅走進演藝圈的契機 因為他現在一直排斥吞拳頭 但是他那時候一到班上 自我介紹完之後 他就立刻表演了吞拳頭 我沒有排 好 我含著就來指示 好 你懂嗎 沒有 莫名我沒有排斥啊 你的道興班級 為了取悅同學就吞拳頭 我沒有 那是我考 因為華剛是考書科要考專長 那我在時 沒想到是這個 可是我有進步 我考藝術學院就考大學的時候 我改吞杯子 而且把它咬破 然後老師就想到 沒有 我把它咬破 我就這樣 老師這是杯子 然後我就 一般人喊不進去的大小 我挑了一個剛好 然後說 而且你們看他 看他按著就破了 我說謝謝 然後我就繼續 因為今天那時候大餅會 就是在螢光幕上要拉計的 好像就是不斷的上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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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猜 然後表演了很多次吞拳頭 對不對 就是只要有憲哥的地方 我就得要吞 後來我還直接變成 我猜的外景主持人 所以你無數次的吞拳頭 所以就已經有點靜靜的 你看這樣輪廓的邊 是直接跟嘴巴的邊連在一起 那也像那個 韋鐘哥那個娃娃那種 那個偶像 而且他不只吞過他自己的拳頭 他還吞過我的拳頭 對… 就你要攻擊他 就一拳進去就被吞住了 沒有 因為他表演吞自己的拳頭 大家已經有點看膩 他就不然你吞別人的好了 然後他就把我的拳頭給吞下 可是因為基於安全的行為 他有戴那個塑膠手套 我有戴塑膠手套 你是說你闊月季 嘴部闊月季已經壞掉了 那你不叫闊月季了 那這個破洞就要痔瘡了 練習 除了模仿跟吞拳之外 大餅膩的語言 也深受觀眾的喜愛 妳跟他鬥過嘴嗎 我跟他鬥過嘴 但是我通常都是輸家 罵他 說妳好賤 我看他怎麼會很賤 余秉賢 你很賤 把褲子穿上再給我看 你幹嘛 那他是你們搬的開心果嗎 誰叫當開心果 我還是杏仁小妤 不要再取這麼復古的名字 我看你 我以前是你們當杏仁 我是汪汪姊妹 你是開心果 你們是 可是他比較老長 他是汪財西瓜 是嗎 好無聊的遊戲 他跟大小S 阿雅感情很好 是華剛益校的同班同學 大餅從學生時代 就展現了表演天分 因為轉學生轉到他們班去 然後你有挑釁小S嗎 一開始不是大S挑釁你嗎 對 因為他有個同學 好朋友考轉學考 他本來我沒有去報到 因為我不曉得我考上 我想說我怎麼可能考得上 後來我聽到我才去註冊 那他的同學是第四名 但那年遭受三個 所以一開始我沒有去報到的時候 就是二 三 四名嘛 結果我去了以後 那第四名應該就被取消 不知道為什麼後來 還擠掉了一個人 所以夕緯一看到我就說 你就是那個轉學生啊 Shit 阿不如你冰光了 真的嗎 對 他會這樣子 那你當時沒有立刻頂回去 我沒有 但是那時候有個小嫌女漂過來 她說 你別記憶 我姐就是這樣 然後就漂走了 然後說那時候我就還蠻喜歡她 各位即將要畢業的同學們 大家好 看啊 又是那鳳凰花開 拼了 又是那離歌香氣 老師呢 希望呢 各位同學 將來呢 到了社會上都要哈哈的做人 老師最討厭人家說人家是非的啦 不想那就不要那了 哈 畢業後 他在演藝圈順風順水 一個月通告二十幾個 收入超過八十萬 紅到連好萊塢片商 都來找他拍片 I no more man whore Too much danger I take my three inches elsewhere 他們電影公司委託台灣 不是 就是勞博的那個production house 委託台灣的電影公司 我一直比 就表示他們人站在那裡 就委託他們辦了一個audition 可是他很慎重 就是他們還請了導演 來做這個audition 然後呢 他們每次來的人呢 為了避免 就是大家會尷尬 還把每個人跟每個人中間隔半小時 比方說這個人現在是 晚了以後才是我 就大家都不知道誰有來 是媒體健報我們才知道 你參加演出的這一部 世界劇作叫做什麼 哈拉蒙南修二歐亞洲嗎 在英文片名裡面沒有提到亞洲 它只有European Horse而已 但是電影公司為了我 其實就是哈拉蒙南修 把亞洲一直加上去 你這樣子 他每天真的是你嗎 對 不是頭被key上去了嗎 不是 就是我本來應該要練 但是後來他說千萬不要 開始使用肚皮 在汽車旅館裡 克毒 被警方 逮個正著 我要在這邊跟 所有喜愛我的朋友們 把我工作上的夥伴們 在工作上幫助過我的所有人 說真的很不好意思 樂界出來的大餅積極投入 反讀宣傳 但諷刺的是 2009年他再度被捕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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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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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確實是為了體重沒有錯 可是他後來不是為了體重了啊 他後來就是上癮了啊 你總是會覺得應該不會有人發現 或者是 所以我當時 我當時的心情 或心態就 可能就是那樣 這麼大的袋子 他就賣他五千塊 那我不知道多重 反正就是這麼大的袋子 結果賣賣賣賣 賣到後來我哥完全上癮了 他們很誇張 他們就這樣一小顆 就這樣 小拇指這樣一小顆 賣他五萬塊 二度吸毒被逮 大兵以三步一跪一扣手的方式 向神明懺悔 只是毒癮依舊戰勝理智 2010年他不僅三度被捕 跟從低價的安非他命 進階成高價的海若鷹 賣嗎 你有賣嗎 你為什麼要吸毒 你們要吸毒了 不管講什麼 連我注意病的都覺得不敢相信 那些毒販很恐怖 他們來家裡面留言 就是留一張紙條 放在警衛室那邊 我媽把那個紙條打開之後 我媽整個人傻住 你知道他整個大傻眼 因為紙條裡面寫說 大兵我知道你現在 就是被警察才剛被抓 我知道你不方便 那沒有關係 我還是可以先提供免費給你使用 等到以後你有錢再給我 所以他不放過他你知道嗎 三度染毒 大兵尋求宗教力量 受洗成為基督徒 由於演藝事業難以挽回 他只好轉往餐廳駐唱 借救我 帶我離開 警衛 社會大眾希望大兵能夠振作 不要一錯再錯 可惜他抵不過多年的毒癮 才在節目裡宣誓要戒毒 隔天又被逮捕 我不敢說我戒毒了 但是我有一年多沒有吸毒了 那我覺得戒毒是一段漫長的路 半年都沒有吸毒 是一段漫長的路 是一段漫長的路 所以 我會跟他奮戰下去 你說自己是清白的 你不要不要先說一樣的都請我 給我給我給我 他待會出來他會跟你說說你們好不好 在上次被捕的這次一年當中 我確實有使用過一次毒品 那也就是在被捕的之前 一個晚上 那時候我要下台中拍戲的時候 從我舊的衣服裡面找到了 就是之前賣的毒品 只要給我時間 讓我生活正常不要再洗毒 有一天我一定會 再把表演上的成就 給找回來 經過這次 大餅在台灣 真的已經無榮身之地 他轉往中國大陸工作 夢想能夠再找回表演上的成就 只是老天爺給的時間 卻已經到了盡頭 他在7月20號 凌晨2點07分 因為嚴重的肺炎 然後冰河 多重器官衰竭 然後就病逝於北京醫院 那謝謝各界對他的關心 那最後我陪他的時候 走得相當的安詳 然後把你的拳頭吞進去 大餅我們愛你 大餅這是給你的 我們愛你 謝謝 今年清明節 小餅跟家人一起去墓地看大餅 看到照片裡開亮的大餅 網友也紛紛留下想念 感謝他過去帶給大家的歡樂 儘管他已經去世十年了 但他精彩的表演 依舊活在每個人的心中